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今天新一集的游戏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正式来玩这个维多利亚3啊 那么这个维多利亚3距离上一次推出维多利亚2已经过了很久了 现在呢也是终于推出了维多利亚3啊 我呢本来是想在推出第一天就录制视频片的啊 但是呢由于我没有玩过这个之前在网上流出的这个偷跑版啊 也就是泄露版我是没有玩的 所以说呢我怕推出当时直接录制啊这个效果会很差 虽然说呢这个泄露版和正式版的差别也很大 但是呢由于我连泄露版都没有玩啊 所以说我也是有点担心啊 所以呢也是自己稍微练习了一下 虽然也不算是十分的熟练啊 不过呢也是比之前要好了一些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集游戏啊 那么这一次开始游戏呢给我们选择了几个模式啊 包括游戏入门经济霸权霸主还有平等社会 选择这三个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 只不过呢是会给你一些推荐的国家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啊 跟钢铁循运4是一样的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啊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选择沙河模式来玩啊 在我们选择了沙河模式之后呢 也是正式来到了大地图啊 也是和钢铁循运4欧陆风云4还有王国风云3人都是一样的啊 可以选择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和维多利亚2相比地图上的一个不同之处也是在于呢 非洲或者说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松散政权啊 也就是部落 现在呢也是被显示出来了 并不是一个空白的地区啊 只不过呢暂时我们现在是不能选择松散部落的 不能扮演松散部落 那么我们这一次来玩哪个国家呢 由于这个维多利亚2第一次我就是玩的这个大清国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先来玩一下大清国 那么由于我这个维多利亚3玩的还不是很好啊 所以呢铁人模式我们也就不开了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正式来到了1936年1月1日的大清 不对啊 是这个1836年1月1日的大清国啊 这个玩钢铁循运4玩的太多了 那么我们刚一进游戏啊 发现了很多东西啊 不过呢我们先不要急 我们一个一个看啊 首先呢是我们没有正在进行的研究 这样可不行啊 我们为主动研发任何科技不行 那么我们选择研发科技呢 可以发现所有的科技分为生产 军事还有社会啊 那么现在我们竟然突然来到了1836年1月1日的大清国啊 作为皇上最信任的人啊 我们身为这个大清国的李中堂啊 我们选择这个研发科技啊 我们认为啊目前呢我大清最需要的是这个变法维新啊 我大清如果不想灭亡的话 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我大清啊 其中呢变法维新又以这个军事最重要啊 所以说呢我们先来研发一下强制兵役 如果你选择的是西洋诸国啊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西洋诸国呢 科技啊相比于我大清来说真的是发达很多啊 如果我大清不快一点失宜长寂以至宜啊 我们大清啊就是要完了 不过没关系啊 因为有我在这里啊 所以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我们研发了科技之后 我们又可以看到当前的形式 分别是未使用的建造力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建造任何建筑 第二个呢是昂贵的政府商品 可以发现啊我大清的这个纸张啊 现在很贵 我大清呢也是一时洛阳纸贵啊 第三个是我们的征税能力不足 我们也是需要修建更多的政府行政机构 来提升该地区的征税能力啊 不过这个也不要紧啊 刚开局啊这个税也收不上多少啊 不仅收不上多少税 反而呢这个政府的行政机构也是要发俸禄的 也是要花钱的 所以呢我们也先放一放啊 不急 维多利亚三和维多利亚二相比呢 也是取消了这个未开化国家的这个设定啊 变成了受认可或者不受认可的政权啊 目前呢我大清总分排名世界第12名 那么如果看GDP和人口 大家就认为我大清天下无敌啊 我们不用完了 这样就错了 我大清呢不仅不是天下无敌啊 反而呢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 左边的这一排按钮呢 分别是政治财政建筑市场军事外交科技文化 人口日志还有这个盖栏窗口啊 我们就用到哪一项 我们再介绍哪一项啊 在研发了科技 看了一下我大清的形式之后呢 我们也是决定啊建造新的建筑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建筑部门 处于空闲之中啊 我们就可以来建造更多的建筑部门 建筑部门呢就相当于是 钢铁雄员寺里的这个民营工厂啊 用现有的民营工厂来建造更多的民营工厂 这样之后呢我们修东西也就会变快了 当然啊这个建筑部门呢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的利润啊 所以说呢也是赔钱的 不过呢也没关系啊也都可以修 很多的建筑叠加在一起 它是有加成的 不过呢我们先不急 我们现在我大清全国都铺上这个建造部门啊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简单的啊 在全国呢都铺上了第一级的建造部门 他们也是要慢慢的建造的 可以发现啊有41个 在我们简单的建造好之后呢 我们也是马上啊跟这个大不列颠 开始改善关系啊 这个皇上也是问我们啊 说这个英吉利方圆集许 与俄罗斯接壤否和新疆有无碌碌可通啊 为了稳定皇上的这个情绪呢 我们也是只能告诉他啊 这个暂无碌碌可通啊 否则呢皇上可能会想不到啊 这么一个小小的大不列颠 对我大清的威胁可以说是很大 我们再开局就改善和大不列颠的关系 这样会好一些啊 如果这样的话日后还是要爆发战争那就没办法了 我大清如果发生了以下的任何一些事情啊 就有可能分裂 如果完成了一些事情呢 都会降低我大清的这个分裂程度啊 那么作为大清国忠心耕耕的中堂啊 我们也是尽量要保护我大清啊 皇上听后呢也是非常满意啊 并且呢把国家的很多大事啊 全力都交给我们 我们也是绝对不会让皇上失望的 好的游戏刚刚开始啊 到了1836年2月21日我们收到消息啊 鸦片危机鸦片城野人正在我大清肆虐 大量人民成为了隐君子 酿成了大范围犯罪 贫困以及怠惰 尽管有着如此明显的危害 大不列颠依然继续往市场倾销鸦片啊 这皇上也是问我们啊 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们虽然非常不想得罪大不列颠啊 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做点什么啊 我们也是表示啊 这个狗利国家生死矣 起因祸福必须之啊 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 好的 到了1837年的1月10日又出事了啊 我们发现北方的这个罗刹国啊 正在和这个哈萨克进行外交博弈啊 看起来呢 很有可能是北边的这个罗刹国啊 要进攻哈萨克 可悲的是呢 我大清目前什么也做不了啊 没办法 好的 到了1837年2月1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哈萨克让步了 甚至都没有打仗啊 这个哈萨克直接投降了 那么现在啊 北方的这个俄罗斯啊 和我大清接壤的土地也就变得更多了 虽然说这个俄罗斯对我们的态度目前还是不错啊 合作 拥有75的态度 但是我们认为啊 这个俄罗斯啊 十奈我大清 心腹之患 这个英吉利啊 法兰西啊 这都不重要 还是北方的这个罗刹国最为危险啊 那么到了1837年的3月10日 我们之前建造的那一批建造部门也都建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建造能力也是产出的更多了 每周产出93的建造力 那么既然有了这么多的建造能力 当然是要用起来了 我们就修建武器厂 同时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市场 目前什么比较多余啊 缺什么和有什么 目前的谷物比较多啊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丝绸 也是有一些结余的 我们不妨呢 就新建出口路线 把它出口到布雷迪啊 出口到西班牙啊 出口到尼德兰啊 都可以出口 这样呢 我们会得到更多的钱啊 在我们出口了东西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缺什么 可以发现啊 我大清目前最缺的是这个衣物 还有这什么啊 鸦片 这东西可不好啊 我们已经下令硝烟了 还有呢 就是家具 还有呢 就是纸张啊 洛阳纸柜 我们先是在北京建立大学 大学也都是要花钱的 不过呢 可以加快我们研发的速度 并且呢 之前我们不是看到 我大清缺衣物吗 就可以建造更多的纺织厂 建造 湖南 重庆 四川 西安 宁夏 然后呢 缺家具啊 也可以建 广东 福建 浙江 建造一些家具厂啊 然后呢 就是缺纸啊 山西 圣经 东北北部 都可以建啊 这样呢 我们也是简单的 造了一些建筑 之后再需要什么呢 我们慢慢填补就可以了 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 维多利亚三 就是这么一款游戏啊 好的 到了1837年的12月1日 强制兵役的科技 也研发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研究线列步兵的科技 可以发现啊 我国目前的每周创新力是50 我们每周最多应该是可以获得84的创新力的 但是呢 由于我国目前的这个十字率啊 还有教育啊 都是比较落后啊 所以说呢 也是没办法 我们皇上正式开放了北京的大学 我大清的学术界开始蓬勃发展啊 虽然说这两个我们都很认同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选择第一个啊 第一个呢 可以增加我们大学的吞吐啊 也可以增加学者的政治力量 也就是说呢 很多人啊 之前都不知道的事情啊 现在呢 大学里都在讨论啊 至于这两个呢 只是会给我们特定科技的发展啊 选择第一个 到了1839年的4月27日 我们也是研究好了线列步兵的科技 也是解锁了兵营的线列步兵的生产方式啊 那么继续研究 这一次呢 我们研究拿破仑战术 尽管朝廷内可能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什么是拿破仑啊 我们也是简单的表示啊 这个拿破仑呢 就是像项羽一样的人啊 这个力巴山西气概式啊 然后呢 这个朝廷内也是有人问啊 说项羽力巴山西气概式 怎么会连一个破仑都拿不起来呢 我们也是表示啊 这个拿破仑呢 是西洋的一个人啊 并不是破的木轮啊 这个朝内的大臣也是表示啊 哎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既然已经研发好了线列步兵的科技 我们不妨就向皇上上书啊 请求组建新军 皇上也是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啊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正式下令组建新军 组建线列步兵 替换我们现在的非正规步兵啊 可以发现啊 升级之后的部队呢 这个图片也变了 变得马上就正规了起来啊 不过呢 我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啊 因为呢 这个常规部队啊 这个线列步兵 它是需要武器的 需要轻武器的 幸好呢 我们之前建造了一些武器厂 不过呢 即使我们建造了一些武器厂啊 这个武器还是缺啊 没办法 包括这个火炮啊 现在呢 我大清专注步兵 这样可不行啊 既然有加龙炮啊 我们也要买 其实呢 是可以一件全部升级的 但是呢 这样的话 钱就太多了 我们还是慢慢来 可以发现啊 我们升级了步兵之后呢 就说我们现在的轻武器 出现短缺 向谁买呢 向北方的这个俄罗斯买吧 至少呢 他暂时没有对我们宣战 他对我们宣战了之后 我们再说啊 在我们换装了新军之后啊 我们也是正式吞并了西藏啊 西藏也是同意了 在之前啊 我们在朝廷上都不好意思说啊 我大清百万之时 到了西藏啊 让西藏打得大败啊 结果呢 我们换装了新军啊 换了目前 我大清能提供的最好的步兵啊 限列步兵 加上加农炮啊 西藏很快就投降了 在之前的战斗中呢 我们的轻武器和火炮 都出现了短缺啊 这就是说明呢 虽然我们之前在湖北 修建了很多的武器厂 但是还是不够啊 我们还是要扩建 武器厂虽然在和平时期 不能给我们带来收益 但是呢 在战时 可以生产官兵们 最需要的武器弹药啊 好的 到了1840年4月5日 我们也是研发好了 拿破仑战术 这样呢 会给我们解锁新的兵种 机动火炮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 研发陆军预备役 可以发现啊 我国目前的这个 美洲创新力 已经达到72了 这都是因为 我们之前修了很多 大学的功劳 好的 现在呢 我们终于可以来 改革一下政府了 玩游戏这么久啊 之前都没有说过 维持小规模的常备军 但是呢 可以动员地方民兵 来保卫他们的家园 目前呢 是有15.6%的成功率啊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们就先看一看啊 好的 到了1842年的4月6日啊 经过朝内的一番辩论啊 看来呢 诸位大人还是不愿意 通过国家民兵的法律 那就没办法了 唉 好的 我们获得了成就 不战而屈人之兵 法兰西人站在了我们这一方 他们表示 如果英国对我们宣战 法兰西就对大不列宣战 于是呢 英国人终于让步了 我们这个战争没有打起来啊 只能说是暂时没有打起来 不过呢 我们依然还是要小心啊 到了1843年3月31日 我们收到消息 缅甸投降了 缅甸现在已经变成了 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啊 东印度公司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件 好的 到了1847年的7月5日 鸦片危机已经成功完成了 由于之前呢 法国人帮助了我们 所以呢 英国在这一期间内 一直都没有对我方宣债 我们现在已经有成效的 戒掉了人民对鸦片的依赖性 现在哪怕是列强的轨迹 也没法阻止我们大清的国民 恢复身体健康 实现国富民强了 那么和谐应当重回大清 我们也是失去了 鸦片瘾泛滥的民族精神啊 非常好 虽然我们之前 没有能改革成功 国家民兵的法律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制定一下 专职警察部队吧 可以发现啊 我国目前没有现代的 有组织警察部队 那么朝廷内啊 也是有人问啊 说这警察是什么呢 我们表示啊 这个警察呢 也就是执法部队啊 也就是警戒 监察之意 简称警察 然后呢 诸位大人也是表示啊 说这个西洋诸国 也有警察吗 我们表示啊 是有的啊 虽然成功率比较高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 毕竟呢 在让人失望这方面 诸位大人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啊 终于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我大清呢 经过了一番辩论之后 终于是成功拥有了专职警察部队啊 相信啊 现在的我大清呢 也是亚洲最早拥有专职警察部队的国家 如果犯人不招供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在审讯室里 请他吃一顿猪排饭 应该就没问题了 到了1852年的6月20日 我们收到消息 大不列颠 希望和我们签订一份贸易协议 好的啊 没问题 只要不是鸦片就行啊 到了1852年8月5日 我们收到消息啊 北方的俄罗斯正在试图影响日本幕府啊 这可不行啊 我们得做点什么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 日本能够如此的识时务 我这是在救你 如果没有我大清的话 说不定日本现在已经正在说俄语了 真是的 那么最终呢 我们两国也是签署了神奈川条约 非常好 好的 那么时间呢 现在已经到了1855年的2月1日 并且呢这些年虽然国家获得了发展啊 不过呢也可以发现啊 我大清现在非常的缺钢 缺发动机 缺弹药 并且缺煤炭 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一一解决才行啊 感觉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呢我们今天这集维多利亚三 大清国第一集也就要先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阅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